大家好,2022年6月26日星期日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標題也挺重要的 無用置疑吧 究竟是什麼標題這麼詳細呢? 我今天就看到一個新聞的標題 是東方日報的 寫著掌門人廣告商爭崩頭無線哲龍 嘩,這麼牙刷 我還以起記得,早幾個月我忘記了 曾志偉說要掌門人再重現大家眼前 我當時也笑到他這條橋不得了 不肯是吧 幾十年前,又回到幾十年前之前 總之我覺得匪夷所思竟然想到這條橋出來 想到竟然可以掌門人再擺上電視 這條橋真是哪個聰明仔想出來的 但你沒理會,原來橋真是不怕舊 也會有些傻仔獸 那我讀少少那篇寫著什麼 由無線總經理153牽頭的超級無敵掌門人系列 在1995年首播之後就大受歡迎 其後不斷添食,推出多個不同系列 去到2013年就推出這個終極篇之後就稍作休息 適逢今年無線的55週年 闊別觀眾9年的掌門人早前宣布再遇歸來 而且烤定在下個月的31號晚上首播 到時除了掌門人曾志偉之外 掌門前家樂和元宵長都有份上陣 我繼續讀東方的篇報道 由於這個節目叫助力強勁 引發贊助商為了冠名贊助展開爭奪 哇 在價高借得的情況下 最終就以115萬港元跑出 商家除了要繳付冠名贊助費用之外 還需要承包15集中的節目 觀眾嘉賓的獎品等費用 總值100萬 除此之外 之前這個節目廣交品牌贊助商贊助獎品的時候 據知無綫除了收取每集象徵式的贊助費之外 每集的禮物更加要25萬 超過 雖然是這樣 但反應仍然是非常熱烈 無綫直接要截籠 即是多到不做 嘩這篇文章 越看我就覺得無綫真的越厲害 真的 153就是眼光和高度沒有成正比 多有眼光的有軟件 還想一跳這麼絕的方法出來 但其實細心看看銀碼 她說每集都是幾萬元 加起來都是一百幾十萬的問題 可能不止一二百萬 我看她剛才的描述 一二百萬 因為她不止一個的 那些贊助商 一個一二百萬的廣告費 好像應該也不太貴 不要說什麼 就算在你的無綫 下一個黃金時間廣告 都要這些數字 我當地鐵站下一些大型廣告 都要有這些數字 又有很厲害嗎 那你幫我節目找贊助 那賺助費來說 差不多了 我不是太熟悉這些行情 但聽起來好像又 深一層不是很多 我當然是覺得多 但是對於那些 本身都要找些代言人 買廣告 本身都會放一塊錢 去做廣告的公司 那你找個代言人 也要這樣的價錢 是吧 差點給她說到 我覺得好像很厲害 說真的 不要說大台的立場是什麼 只是我身邊有些藍絲的親戚 他們聽到掌門人回歸 他們都說 有播嗎 很悶 又回來又沒有另一條竅賣 連藍絲親戚都是這樣 所以我不覺得 關於政治立場的事 而是你這條竅真的不可以 很悶 可不可以變一下 可不可以新鮮一點 還回來掌門人 影片新聞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